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职位是安全研究开发工程师 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是大概15年中成立了一个安全团队 现在大概有10个成员 然后我们团队近期主要关注了在安卓和Lineus平台上 然后我们团队的目标主要是零带漏洞了挖掘与利用 到目前为止团队在OSP和Kernel方面 大概有131个公开的CVE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 然后我们团队是去年16年谷歌安卓年度最佳团队 然后今天的议题大概有四个方面吧 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TimerFD 然后是漏洞了分析与利用 最后是总结 其中前两部分是由我给大家进行分享 后两部分是由我的同事给大家进行分享 然后接着是TimerFD的介绍 TimerFD其实它是在Lineus上了一个 为用户程序提供了一个定时器接口 平常的话 这个接口的话 它是基于文件描述符的 所以我们能够把它应用于 那种标准的PoSys这种系统调用 就像Po, Select and Read的 这种函数的应用场景 主要有三个相关的系统调用 与这个定时器相关 一个是TimerFD SetTime 一个是TimerFD GetTime 一个是TimerFD Create Create的 TimerFD Create主要就是 创建一个定时器 并返回它相应的那种文件描述符 而SetTime和GetTime分别就是 对定时器进行一些设置 以及获取一些定时器相关的信息 我们这会发现这个漏洞 主要就是存在于 TimeFD SetTime这个系统调用中 然后是漏洞来分析 漏洞的话它CVE编号是CVE20171066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Google一下 这个后边可以看一下更多的它的细节 然后这个漏洞是由我们团队在 年初发现的 当时用的是SYZ Killer 就father发现的 SYZ Killer是Google的一个开源项目 要是有搞安全在场要是有搞那个安全安卓安全的可能对这个应该也不要了解 它目前可能这个开源Google这个开源工具可能已经发现了400多个漏洞吧 然后在3月初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漏洞报告给了谷歌 当时投稿投黑抗投稿的时候大概是7月份 然后我们当时还在想 要是因为谷歌一直没有公开这个漏洞 我们还在想要是它8月份还不公开的话 我们也不方便在会议上讲太多它的细节 然后我们就通过邮件和Google进行了一下沟通 然后它在8月份的安全公告中 然后把这个漏洞也给公开了 并给了我们这个CVE 然后下面是漏洞分析部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atch patch的话通过右面这个图片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看它主要做了两部分 一部分可能我没有用红色的方框标出来 就是在屏幕的最上方 它在TimerFD Contest这个结构体中 加了一个锁的成员面量 然后接着它就是在两段代码中加了锁 其实从这个修补我们其实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漏洞是一个跟一个就是多线程并行 导致的Race Condition的问题 然后左面的话就是它漏洞当时的patch的一个说明 其实从这两句说明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 它也验证了我们那个推论吧 这是官方的说明 官方说是就是the handling of the white castle queen is not properly protected so parallel operations on the field sweeper can race with each other 它大概反正就是说了这个Race Condition的问题嘛 然后下面我们对TimerFD SetTime这个漏洞存在的这个函数 进行详细的说明 这个函数主要是 这个漏洞主要存在于它对链表的操作上 TimerFD SetTime会同时对Contest里边的C list这个链表进行链表添加和删除操作 主要的调用关系在下面这两个流程中可以看出来吧 其实这它们的前三步都是一样的 就是TimeFD SetTime 然后再DoTimeFD SetTime 然后再TimeFD SetCup Cancel 然后到后边的话 根据不同的条件判断 一部分是直接进行了链表的添加操作 LaceEnd 然后另一个分支是走到了TimeFD Remove Cancel 然后进行链表的删除操作 我们接着把这两部分比较关键的代码贴出来了 就是链表操作 大概左上角的这个是TimeFD Setup Cancel 它是进行链表添加操作的函数 右下角是TimeFD Remove Cancel 它是链表删除 从这两段的详细代码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们对这个MyCancel困了这个对列的保护 主要就是通过一个Context结构体里边的一个MyCancel这种标志位 把它进行置位之初或者false来进行的保护 并没有用枷锁啊这种护斥锁这种方式来保护 从安全研究角度来说 这种代码就很明显的不能阻止Risk Condition的问题 所以当有那种并发了操作 对这个MyCancel对列的时候 就有可能发生静态的竞争的问题 可能到现在有的观众也可能不太了解 那后边我们有更加详细的分析对于这个过程 我们先假设为了简化这个流程 我们先假设有两个线程 它们循环的调用TimeRFD SetTime 然后我们有两个Case 下面先看Case1 左面的话我们代表是ThreadA 右面是ThreadB 首先在线程A里边 我们先进行了链表的删除操作 链表删除操作 其实主要就是上边这右下角 这个TimeFD Removal Cancel 因为它要进行ListDAL的时候 它会先进行一个F条件语句的判断 它会根据那个ContestMyCancel标志位是否为True 来决定它是不是要进行链表删除操作 当我们进行了一次链表删除操作之后 它会把ContestMyCancel制成False 正常的流程当我们下次再来到这个分支 判断分支的时候 这个条件判断语句 为假 所以不会接着进行链表删除操作 但是要是此时的话 CPU在下一次条件判断之前 就是在左边第三个方框之前 CPU发生了切换 然后从ThreadA切换到了ThreadB运行的话 而B线程正好运行的就是 链表添加操作的那个判断语句 它判断完了之后 它会把ContestMyCancel置为True 然后这样再切回线程A运行的话 这个条件判断就为真了 然后接着又会再进行一次链表删除操作 接着要是对同一个节点 进行了两次链表删除操作的话 就会发生Laste Corruption 就是这个危害很严重 就像系统都会重启 然后下面是看Case2 第二个Case 然后第二个Case是 它是第一个Case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它连续删除了两次链表 然后第二个是 它是把同一个节点连续两次 加到了链表中 我们先看ThreadA ThreadA首先是进行了链表的添加操作 就是这里边代码中的 TimeFD Setup Cancel 就是左上角中 它先进行了链表的添加操作 然后添加完链表 把节点进行添加到链表之后 它把Contest My Cancel 置为了True 然后这时候 CPU切换 然后进行链表删除 链表删除之后 只进行了Contest My Cancel 这个标志位来 置位 把它置为False 然后接着CPU再切换 接着执行ThreadA 然后这会儿条件判断就为真 然后接着进行了链表来添加操作 最后再切到ThreadB进行链表的删除 然而就是当我们连续两次添加一个 节点到链表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链表删除的时候 实际上它并没有把这个节点 从链表中进行了删除 当我们把这个节点 指针所指引的那块内存给释放了以后 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Dangalium Pounter 就是控权指针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利用 其实也是基于这个Case2这种情况 那下面整个具体利用的细节 由我来周围小伙伴给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好 我是姚俊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怎么利用的 其实刚才我的伙伴也说了 他主要是有这个悬空指针 主要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了利用 他整个的利用过程呢 就分成了大体上就是这六个 首先就是我通过TimeFD create 然后让内核去分配一个这样的context 然后呢 我用多个线程去同时去调这个setTime 也就是希望它能够去发生race 当线程很多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race race的时候就会导致 就是之前分配的这个context 加到一个叫console list的一个链表当中 它会加入这个链表当中两次 或者是多次 然后呢 我去释放这个FD 那那核就会像正常的操作一样 把这个context从这个链表当中摘下来 然后把它free掉 但是由于之前的race呢 导致的就是它这个context 实际上是无法从这个链表当中摘掉的 后面呢 我也会详细地说这一点 然后呢 在释放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利用堆喷去来喷这个context 然后打就是想要来控制它的内容 然后主要的就是说我要控制一个函数指针 然后想办法去让内核去调用这个函数指针 这样的话我就控制了内核的PC 最后呢 然后就是采用gadget来使自己的这个进程的adress limit把它改掉 改掉以后呢 就打开了内核的大门 就我们可以去任意的去读写内核地质空间上的内容 最后呢 就完成利用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我掉一次timerfd settime 那这个victimcontext呢 就正常的就是加入到这个链表当中去 但是如果我有多个线程同时来做这个操作的话 它就会产生下面的这种效果 这个图呢 右上角呢 就是list add rco 它对于链表操作时候的就是具体的插入操作 它与list add呢 稍微有一点不同 然后呢 这个victimcontext shadow呢 其实它就是victimcontext 这里呢 我只是为了让 介绍过程更容易理解一些 然后这个红色的 就是neo pre和nest 是与链表操作当中的 neo pre nest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来完成这个链表的操作 首先呢 就是neo的nest等于nest 注意它俩 其实就是一个 然后呢 neo的pre呢 就是pre 然后pre的nest呢 是neo 然后nest的pre呢 也是neo 这样以后呢 产生的最终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这个victimcontext的nest呢 和pre呢 都指向了自己 实际上呢 无论你是添加两次 还是三次 或者多次 它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呢 也是利用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保证了 就是说 我无论是添加两次 还是多次 它都不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close 调用close的时候呢 那盒就会先将context 从这个链表当中摘掉 然后呢 再把它free掉 但是呢 由于之前的问题呢 它这个context实际上 并不会被free掉 不 并不会被从链表当中删掉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便利链表来找到它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context已经被free了 我们呢 就要来完成堆喷的操作 完成堆喷的操作呢 第一个前提就是说 我要找到一个 我可以控制的函数指针 这样的话 在将来呢 我才能有可能去控制那盒的PC 很幸运的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 它在这个context里边呢 有一个对列的头 这个对列的头呢 它 链的这个 with queen t里边 有一个函数指针 就是这个funk 然后呢 在下面的函数调用路径里边 它会去调用这个funk 然后这个funk是怎么找到的呢 就是前面的console list的 通过console list来最终找到这个funk 我们通过堆喷呢 先把这个context呢 就是喷上了我们需要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假的queen 通过构造一个假的queen呢 后面的这个funk呢 也就被我们控制了 关于堆喷呢 就是它比较复杂 主要呢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需要去了解 它这个slab是如何分配 如何释放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 你需要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然后能够刚好去喷上它 这个呢 就是由于它这个race 就是在你系统不同的负载下面 它其实状况会有所差别 这个只能通过一些你实际的操作 你去多次的去尝试它 然后慢慢的就是去经过调整 然后来使得它就是喷上去的概率更高一些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控制了这个函数指针 我们想要做的方 我们想要呢 就是通过让内核来调用它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内核的PC 我们采用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搭配着另外一个AOSP层的一个漏洞 来完成这个的 但是需要说明的就是 实际上它这个利用呢 就是不止这一种方式 也有其他的方式 然后通过这样呢 我们控制PC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去 就是搭配着Gadget 然后去修改我们自己进程的Dress Limit 改掉之后呢 就打开了这个内核的大门 我们就可以呢 去读写内核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就去搜索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在内核当中的哪个地方 找到了之后呢 然后去修改相应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权了 实际上呢 随着安卓不断的发展呢 其实越来越多的 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一些措施 都不断的去加入到了这个 里面去 然后呢 也使得利用呢 就是变得越来越难 现在呢 就是说 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安卓 导致就是现在 安卓呢 已经 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被发现了 就是像一些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这种整形溢出啊 站溢出啊 堆溢出啊 就越来越少见 而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Race Condition 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是用代码审计的方法 往往呢 就很难发现 所以呢 我们又需要去借助工具 来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些问题 像我伙伴之前说的那个SYZ呢 他就很擅长来做这个 然后呢 也发现了很多很多这种问题 好吧 我大想就是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PPT里面介绍 我们主要是想呢 就是能多留一些时间 跟大家多做一些沟通 因为我感觉就是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只有我们在相互的沟通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好的idea才会被发现 所以我们就想留下很多时间 然后能够跟大家更多的交流一下 你好 请问一下 你刚才想到说 现在比如说 发作或说 或是memory的这些东西 可以行做比较多 一些特殊的考虑吧 对 可能就是发展到 你这样的任何系统 那你刚才知道 有一些考虑 可能就把它发现 那你能够 你现在在考虑这些任何系统 是怎么办 对 你 是 大学系列的 你说 你现在有什么时候 有去沟水 如果能够去把发现出来 或者说 你觉得说 应该 可以去找 这些任何系统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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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呢 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在 挖掘的工程当中 也是一个 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主要是通过这种 代码审计 然后去 发现 发现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 也会发现这种 瑞斯 可能就是 比如说这个 FD这种吧 如果通过代码审计 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现的 对 然后 但是我可能发现了这个 有可能 因为那盒本来就很复杂 我 发现了这个 但是不代表说 我看到其他的 我就能立马就能认出它来 所以就是 萌生了这种说 我需要一种工具 来帮助我去来 发现这种问题 在这个时候 刚好呢 就是 SYZ呢 就是我们觉得 是比较符合 我们的需要的 所以我们 就是 也会去 花精力去研究它 然后 就是利用这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 发现这类的问题 对 是这个样子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 那个 我们上面 线上的网友 有一个问题 怎么控制 Function Point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它那个context呢 它这个context呢 就是 我 我知道 首先呢 首先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知道它这个context 它的大小是多少 然后呢 slab分配的时候呢 它同样大小的 这个slab是在一起的 它释放了以后呢 然后我去喷它 我喷上了以后 那这个头 是不是我就可以控制了 对吧 然后我控制了以后呢 我去构造一个假的链表 就是后面这些 其实都是 都是我伪造的 所以我是能控制它的 然后 在你 在它那盒调用的时候呢 那我就能去控制这个Function了 我说的 清楚吗 线上的网友 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还是你要当场问也可以 又有问题 上面 最后一行 你是说 你是说memory当中没有吗 是这个意思吗 能回应一下我吗 其实那个前面的那个麦克风 都可以直接剪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记忆体 是指memory吗 还是指什么 是是吧 是 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喷了以后呢 其实它后面的数据 是在我用户台的 我要保证的就是说 我触发的时候 就是内核 切换到内核的时候 它实际上 它的页表是我自己的 也就是说 内核它 去解析我用户台的数据 它是可以拿到的 然后所以呢 现在也出了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关注安卓 在安卓欧里边 有一个叫PAN 就是privileged cass network 就是说 我内核 只有在我设定的情况下 我可以去访问 用户的数据 比如说 memory copy from user copy to user这些 但是在这些情况之外呢 内核是不应该 直接去访问用户数据的 因为它不相信 用户的数据 我解释清楚了吗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还有问题吗 欢迎线上问答 对 大家都太害羞了 如果实在不好意思 说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 在线上面留言 因为我们时间还 还蛮多的 对对对 不然我问一个 简单的问题 因为你们的 投影片最后一页 非常之有特色 你要不要秀一下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其实那个背景 那个背景相当于不简单 背景是我们团队发现的 CVE号 可以用这种方式 放底图的不多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那你们要不要就是 讲一下说 里面有没有什么 比较特殊的 或者是之类的 还是说 大部分这些 CVE 对 就我自己的看法 我说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吧 像这种漏洞挖掘 并不是一个 听上去很玄乎 好像是一件很牛的事 我总觉得 它就是一个 熟能生巧的事情 通过你慢慢的去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 就是对 比如说战一出啊 堆一出啊 Race啊什么的 你可能没有很深刻的体会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先去看别人 别人发现的漏洞 它到底是怎么 就是是什么原因啊 然后通过这些 慢慢的了解 你慢慢就会 对这些问题理解的 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 然后你自己在去 挖掘这种漏洞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熟能生巧 就你做的时间长了以后 你就就是有那种 算是敏锐性嘛 就看到以后 很容易就会去发现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 做一件事 还是要专注一些 这样的话 就是成果会随之而来的 我是这样感觉的 谢谢大家 我们的网友又提出问题 这个function pointer呢 它是 它 准确的来说 它并不是在这个context里边的 它只是 内核只是通过 先便利这个console list 然后它找到了context 然后呢 又从里边取出这个 对列的头 因为对列的头 它的其实就是一个链标 它的数据呢 已经被我们改了 就是指针的值被我们改了 然后指向了我们用户台 然后它在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呢 实际上后面这个方向人 就是我们用户台的数据了 是这个样子 怎么发现这个漏洞 就是我伙伴之前也说了嘛 是通过这个SYZ 这个工具打出来的 好 那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 在 等最后五秒钟哦 哦 有 那一位 你直接按那个前面的 麦克风 对 你说我们在挖掘 内核漏洞的时候 就用什么样的 除硕的工具 像我们观察一些 沾层器 然后等等 有些用一些 短一体的一些工具 这样去观测它 这样子 你就是说 就是我们如何去 追踪就是内核崩溃是吗 就是这种漏洞是吗 对 我们一般就是说会 因为内核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些功能 就是说当 比如说 就拿slab来说吧 它如果发现 slab已经就是 出现了这种内存错误的话 它会自动的去崩溃 我们就是根据它这个崩溃 然后来 慢慢的来 就是去 慢慢往上追 然后去看这个漏洞怎么产生的 是崩溃怎么产生的 对 是这个样子 我刚才的同学问的是工具 我跟小伙伴听了没有清楚 我补充一下那个 其实工具的话 我们其实做内核的话 其实首先 我们清楚 你要是找那种开源的话 那肯定是 你看原码就可以 但是好多现在你要是拿手机 包括就像三星啊 包括像华为 包括很多别的手机 你是没有它圆满的 所以你工具来说的话 你首先你得 但是你能拿到那个刷机包 你首先你能把 解这个刷机包 解boot 你能把其中的内核给提取出来 提取完之后 你肯定你要用到了 就是那种反汇编的工具 无论是你用那种Lineux 自带的那种OBG dump 还是那种你通过IDA 这么 你可以通过这种反汇编工具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通过这些工具看的话 因为你那里边没有 是正常你反汇编出来 是没有符号表的 所以你还需要一个工具 从内核里边提取出来 符号表 然后再结合一下反汇编 然后可能这是前期的一些 准备的工具吧 然后就是可能当你 挖到一个漏洞 你进行分析利用的话 你可能需要这些 然后你要是 要进行挖漏洞的工具的话 那可能就是 目前各种Fuzz工具吧 就是可能目前很多开源了 就像我们这个漏洞发现 是比较有名 就是Google的那个SYZK了 其实它还有好多 就像打LSP的AFL 包括最近KEFL等各种 其实工具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在开源了 其实很多 其实比较关键的应该还是 你对工具的理解和利用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可能大家都在跑工具 因为凭什么就是 别人发现不了 你能发现了 其实最重要的 应该还是对工具的 然后做一个深度的优化利用吧 可能你在你搞清楚这个原理之后 你更多的任务 我觉得应该是把目前一些开源工具 加上你自己理解 做一些整合 大概就这样吧 不知道解释清楚了没有 好 那 还有任何问题吗 欢迎发问 那如果 这边 我可能 你没有理解我伙伴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说 它刚开始说的意思就是 我是没有办法换掉的 然后呢 我用这些工具呢 就是说 在它上面跑 然后 如果说我要去分析它 就是我先拿到它的boot 因为它 很多的更新包 我是可以拿到的 虽然说 我是不能刷上我自己 但是它的更新包 我是可以拿到的 我从它的更新包里边 把kernel相关的部分提取出来 然后再进行反汇编 这样的话就是 我拿到了就相当于 可以说就是跟原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 因为符号表这些我都拿到了 对 我又想说 你如果验证 不要 等于说你要 验证的话 你是说验证是否有漏洞吗 对 你知道 因为我也就是你要 怎么把它 使用去刷到的验证 是这个样子 漏洞就是说 我们会去 我们追击漏洞以后 会写一个poc 其实它就是一个储蓄嘛 我到这个手机上一跑 我看这个手机的反应 或者是说 如果说它这个漏洞比较简单 那我可以直接拿反汇编 就看它的反汇编 我就知道它 这一版当中 究竟有没有这个问题 哦好 谢谢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想说 如果要 因为你不是说 你会放个假的 那个struture去骗它 如果你要 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感觉上要 要换到那种 T.O.或是你去 的话 做到这件事情 我这样理解对了 我这样理解对了 还是 我可以 我可以 就是因为你不是会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呃 你刚才说那个是换那个struture嘛 对啊 因为想说要换这个东西 你不是一定要把 像S.O.或是那种 一定要把零局 或换标准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呃 其实并不需要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 你说换那个struture 那个应该就是说对喷吧 对 其实对喷的话 其实并不需要装 这种P.O.包括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就是你在 呃 内核里边 可以通过一些它原生的 一些系统调用啊 就类似的 它有一些相应的那种 对那种slip的一些操作 你可以通过一些系统调用实现 你并不需要自己加额外的这种S.O. 我们都是用原生的系统调用 直接实现的对喷 好 好 谢谢 还有人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吗 欢迎提问 好 那 如果都没有人有问题的话 那 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林彤跟姚俊所带来的这场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惠众您好 下午茶时间将从3点10分开始 四楼南北侧走廊均有点心与饮料 欢迎享用 下个议程 资安从业人员座谈会将在3点40开始 最后提醒您 离开会议厅时 请将您宝贵的物品带走 并请不要站位 本大会并不负任何保管责任 若有任何遗失物 我们将会放置在服务台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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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kon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theft at the venue the loss and file is at our service counte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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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